就是一个图 像刚刚我们是单一个图 如果你要放两个图 那两个图其中的话 一个是直条图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的12个单元 第12单元 第13页这里 首先当然 如果我们要绘制一个直条图的话 它其实很简单 不过关键字你会发现 它用的方法就是BAR 然后你就BAR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跟他讲说 你的那个什么 你底下的这个 底下的X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 就是这个X tickets Range的话就是一样从1开始 当然理论上一般是从0开始 如果0开始有点怪怪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1开始 然后它的范围后面加1 因为理论上是从0开始 然后其他的话Label Label的话就是它的哪个月份 总共的话有July 等于是总共有4个月份 然后分别Size的话 就是它的高度 分别是20 30 40 10 就上面这个 这等于是Y轴的部分 这个是X轴 Y轴 然后它的范围给它 然后我们就把这相关资料 丢给这个BAR 这个方法 其中的话 颜色部分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指定 因为它不像蛇线图 它可以用缩写 所以我们Color 就给它一个颜色叫Blue 就用颜色来表示 它就会给绣出来 所以这个第一个 这个直条图就把它显示出来了 OK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要画第二个 其实这两个 这个范例其实可以分开看 这个是第一个范例 直条图 用BAR的方式 那再来的话就是圆柄图 或圆形图 那画的方式 其实跟上面的这个直条图蛮类似 但是最主要差异 就是这个圆形图 多半是呈现一个比例的分 就是这种total有100 然后怎么去分 那其中的话 比如说一样 总共有四个月份 那total的话 这边总共一样是100 那分开来之后的话 那分别颜色 每个颜色你可能要给它 所以每一个 这个圆形图的占比 所以第一个的话 这个是浅绿色 黄绿色 然后一个是金色 黄绿色这个 然后金色 然后浅蓝色 然后再一个什么 浅 这个要什么颜色 这个颜色 OK 然后分别把颜色给它之后 最后的话还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区块把它炸开 所以你会发现其他 这个total只有这个0.1 0.1指的是炸开的距离 那如果你数字越大 它炸开的距离 当然越大 OK 然后你会发现 用的方法上面是bar 这个的话是用π 有没有 然后分别把相关的参数给它 它就帮你把这个图给呈现出来 OK 秀出来 那最后的话 如果你要把两张图 把它合而为一的话 这里面的话 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 你会发现 上面的话先把直条图放过来 但是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label跟size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直条图跟圆形图可以共用 那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两个图放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可以拿这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个层次码 直接来看一下 平均时间的关系 然后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那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用了一个方法 有没有 叫做sug prime 这个地方的话 后面有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我的理解 就是第一个是几列 一列 几然 两然 有没有 将来呈现出来 横向是列 所以我今天有没有 像这样子 就是横向是列 这个就是一列 那这个是一跟二 这两单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这个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是那个sug prime 这边的话 这个是一二 后面这个 如果 长条图 要放在前面的位置 那你就给一 后面的圆形图 就给二 OK 然后呢 你就把它秀出来之后 它两个图呢 就会被结合在一起 OK 所以其实执行点 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这边一个 这边两个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未来我想要画四个图 可不对 其实四个的话 那大概就这样 如果要四个 如果四个图的话 那不就改什么 八 把这边改成多少 这个改成二就好 这个一样一 这一样二 好 所以如果 试试看 我印象中 这个列的话 如果改成二 就是两列两栏 所以可以画四个图 但是我们只有两个 所以你会发现有两个是空的 执行的话呢 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 那如果你还有另外两个 一样可以把它放过来 那如果你要有更多 有没有 这样不是可以画出类似 就是一个所谓的dashboard 有没有 现在很流行的 像Power BI上面就可以 汇试 而且它是 这个已经帮你排好 排整齐了 那Power BI一样 只是说Power BI 要用那个滑鼠键盘慢慢拖的 但是这个是程式写出来的 哎 其实可以做出很多花样哦 OK 而且可以看各种 有没有 折线图 直条图 有没有 你甚至可以把刚刚的图都拿过来 把它凑在一起 那就可以 把它变成你要的 那底下的话 其实还有 一样另外一个也是 复合图 就是一个直方图 一个散步图 那你会发现它 放的位置蛮怪的 有没有 它其实是 应该也是两列吧 可是你会发现 它这个就占两个 所以如果你假设 像我刚刚是各占有四个吧 它可以一个占两个 那你会发现 你也可以学它的 放的方式 它是 二二一 然后它是什么 一二 哎 关键地方来了 这个地方 它如果前面 它说我不要占两列 我要占一列 就是说呢 我要把它当一列 它这你会发现 它就会变成像这样子 如果你把它改成 这个改成二的话 它就会放上去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 这个还蛮好玩的 因为 这一期课程 时间其实还蛮有限的 然后讲的东西还蛮多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 这个 403 这个部分 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总结束 各位 基本功收集 工程 对 很好 先继续 嘛 他 的